台湾日前申请加入CPTPP 要是顺利加入的话 会员国之间执行农产品零关税措施 预期将冲击国内农产销售 对此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天到立法院备询 点名农委会将寄出七大措施来确保农民的收益 并盘点敏感性农产品 包含了稻米 花生等 也拟在未来谈判争取分歧降税 陈吉仲喊话 有信心把负面影响转成正面 而且预估加入五年后 台湾农产品外销金额将增加500亿元 外销绝对没问题 我们评估过了 我们一定有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外销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利润备询信心喊话 台湾如果加入CPTPP 农产外销总额五年增加500亿 像我们的毛豆 我们的鲍鱼 鰻鱼 可以大量的来出口到日本 把相关的6%到20%的关税减免 只是目前我国农产品 平均关税15.6% 而CPTPP成员国之间 平均96.2%的农产品零关税 恐怕冲击国内农产销售 农委会也盘点敏感性农产品 包含稻米 花生 红豆等 一共20项 眼里比照加拿大和日本等国 争取关税防卫措施 调降成零关税的时程 可能从6年到21年不等 甚至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关税 我们绝对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 负面的影响转成正面 保护敏感性农产品 农委会祭出七大配套 目标推动晋级型农业 建构冷链系统 还有农业保险 稳定农民收入 我就是要每一个农产品的价格 维持很好的水准 就是把能量加工内销外销 全部的启动 短期间会造成冲击 但是长期而言 如果不加入CPTPP 对台湾的影响是更大的 台湾加入CPTPP成了热门议题 产业冲击配套都被放大检视 记者人冲物商三台北报道